先和大家谈一下如何选择中针的材质跟款式 首先我们要认识中针的材质有哪一些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铝材 铝材它相对来说做的比较鲜利 成本也不高 还有塑料 塑料针它成本比较低 然后它有个还原的功能比较强 就算是你不小心弄到它的话 它不会马上会变形 还有木材的指针 还有铜材 铜材质的指针 我们平常产品怎么样来选择 什么样的产品选择什么样的指针 最合适呢 如果产品有一个玻璃或者是透明盖 盖起来的这种产品的话呢 我们尽可能是选择这种铝材的指针 因为有东西保护它不会容易碰到 也不会容易遮弯 它会鲜利一点漂亮一些 如果整个产品是没有透明盖 能盖住的 这个指针只是露在外面的那种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是建议用塑料吧 它不会容易遮弯 根据产品的材质设计的不同 风格不同 可以选择木材或者是铜材的指针 好 谢谢 diff听 听听 别瞎 虎